今天是2月24日 1945年的今天 中共中央提出 向江南发展的战略方针 1944年9月27日 为了配合美军 在中国东南沿海 可能实施的登陆作战 中共中央电视华中局 我军为了准备反攻 造成配合盟军条件 对苏浙满地区工作 应有新发展的部署 中共中央华中局 和新四军军部 认真研究了上述指示 分析了华中形势 及苏南、浙东的具体情况 确定了发展东南的初步方针 遵照上述部署 素育率第三旅第七团 和地方干部300余人 于1944年12月27日 分东西两路渡江南下 1945年1月6日 到达浙江长兴县养封界 与第16旅会合 新四军南下部队到达苏浙边区后 日军处在浙江沿海加强防御外 并无较大军事行动 为了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 素育舍弃了 由西线南下 掀取校风的方案 改为由东线南下 掀取墨干山 逐步向东南发展的部署 1945年2月24日 中共中央提出向 晚南 浙东 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 指示华中局 素育部占领墨干山后 暂不宜深入突进 以巩固县地 营救县地扩大及深入农村工作 整讯及扩大部队 准备大举跃进 苏浙军区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在日军打通浙干线以前 就地抓紧部队修整训练 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训练人民武装 培养本地干部 积极部署根据地建设 和开展新区工作 在此期间 浙南 福建的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 在日北占领沿海地区后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大力发展人民自卫武装 在浙南 1945年2月23日 中共越清县委发动虹桥起义 3月2日 中共欧北县委发动渝北起义 两县分别建立了抗日游击队 并与中共浙东区委取得联系 5月4日 中共浙南特委决定 各自的抗日武装 和编委 踊跃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 战斗足迹 遍及永家 越清 玉环 温岭 以及欧江口外的岛屿 新四军部队在向东南发展的过程中 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 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 扩大了江南进行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 苏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初步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 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